科比第三座雕像推迟 胡人官方宣布 推迟在24-25赛季公布科比新雕像计划 众所都知 之前胡人队宣布 蒋伟因执行机事故 不幸离难的球队举行科比建立三座雕像 在今年的2月8日和8月2日 胡人揭幕了前两座雕像 第一座雕像纪念科比的8号时代 动作是拿到81分时经典的单手指天动作 第二座雕像则是科比和二女儿 在场边看球的温馨画面 主要展示科比的场外形象 并且纪念同样因直映机事故一起离世的二女儿GIGI 但是这座本来充满美好的遇到雕像 却因为细节保守球迷够病 认为胡人管理层并不用心 而第三座雕像计划的内容是科比的24号时代 并且原谅于24-25赛季某个时刻揭晓 但是据胡人队记者爆料 球队将推迟该计划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科比雕像将在24-25赛季亮相 而往往是猜测 是否是因为前两座雕像太丑 导致胡人队目前准备推倒重做第三座雕像 现在看来这可能性非常大 不得不说一句 世界果然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